帶您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台中有一位黃先生幾天前開車途中 因為前方有輛吊車 所以他保持距離行駛 沒想到遭到一輛知名車隊的問獎司機 常按喇叭抄車 黃先生就回按了一聲喇叭 這名問獎不但是下車來嗆聲 還兩度急傻停車 要求對方下車 黃先生很不滿問獎的惡行 決定提高 民眾開車執行 因為前方有大型吊車 他保持一段距離 突然左邊讓計程車逆向超車 停在車子前方 明明已經變成綠燈 車子往前開 但前方計程車突然急踩煞車 問獎打開車門不斷嗆聲 要對方下車 因為我們是同個行進方向 我們就慢慢就隔在他後面 這樣子 然後他就以為 可能以為我們在跟蹤他吧 然後他就突然間又急殺了 然後第二次又下車嗆我們了 然後這次嗆了更久 然後更大聲 然後離我們更近 車主黃先生沒理會繼續往前開 才經過一個路口 這名問獎又再度急殺 二度下車 走到黃先生車子前方 黃先生不滿他正常情況駕駛 卻遇到計程車司機暴走嗆聲 還兩度惡意擋車 而且對方還是知名車隊的司機 黃先生擔心對方會第三度攔車 決定改道繞遠路 也不願縱容對方的惡行 直接開到派出所報案 提告對方強制罪 記者林伯崇 黃金璇 台車報導